欢迎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三三真乐活 我是爱瑞斯朱思红 那么很多父母在听到孩子睡觉打憨的时候 就会觉得这孩子睡得可真香 但是从医学角度来看 睡觉的时候打憨很有可能是疾病的表现 也很有可能是睡眠障碍当中的一种 每个人的呼吸都要通过口鼻咽喉去进行 其中任何一个部位出现了不通畅的情况 都会引起打憨 因此孩子睡觉打憨的时候 就要找到相应的原因并且及时的解决 那么孩子睡觉打憨有可能和哪些因素有关呢 首先家长朋友们要注意去检查一下 孩子的鼻腔是否是通畅的 如果孩子的鼻腔内有鼻屎或者是有一些鼻涕 那么就有可能因为鼻腔的堵塞而导致打憨 这就是典型的由于呼吸不畅导致的 此外如果孩子经常有用小手抠鼻子的习惯 那么就会导致鼻黏膜肿胀 从而导致鼻腔堵塞 那么孩子睡觉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出现打憨的情况 所以一旦发现孩子要抠鼻子 家长就要及时的去制止 并且有意识的时不时的要帮孩子把鼻子清理一下 同时肥胖也是造成很多孩子睡觉打憨的原因 那如果孩子比较胖 然后呼吸到周围的软组织壁就会变得比较肥厚了 那孩子吸气的时候气道就会随之关闭 从而影响气流的通过 进而就会导致孩子睡觉的时候打憨了 那这也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 需要及时通过减肥来进行更正 另外睡姿不当也会导致孩子睡觉的时候打憨 比如说枕头过高呀或者是过低 这个头部颈部歪曲这个曲度不太对啊 那如果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呢 家长朋友们就应该给孩子选择高度合适的枕头 来帮助孩子调整睡觉的姿势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这个现样体以及扁桃体肥大的孩子 也很容易在睡觉的时候出现打憨的情况 那么像现样体或者是扁桃体肥大 很容易导致孩子咽喉故味出现这个炎症反应啊 从而就阻塞了这个呼吸道 导致睡眠呼吸暂停 从而呢就在孩子睡觉的时候会出现打憨的情况 那么如果这种情况比较严重的话呢 建议一定要及时带着孩子去就医 还有一个情况需要引起家长朋友们的重视 就是如果您发现呀 孩子总是在睡觉的时候张着嘴呼吸 那么您就要小心了 这有可能是出现了面部发育的异常 比如说像这个核后缩呀 小核畸形啊 或者是中部发育不全呀 牙齿正肌等等的这些情况啊 那么这个时候孩子睡觉呢 就很容易出现呼吸阻塞的情况 就会出现打憨 那么导致孩子睡觉打憨的原因 其实我们刚才列举了这一些 那么其他的原因也许也有很多 但是一旦出现这个情况呢 家长们就要重视起来 不要掉以轻心 也许呢 这就已经是一个健康的红灯了 如果自己找不到原因的话呢 就不妨带着孩子去医院 接受这个相应的检查 确定了病因之后 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大家平时买菜的时候啊 经常听到一些口耳相传的 所谓的买菜指南啊 就拿鸡蛋来说 如何评判一个鸡蛋的好坏呢 往往就是有一套所谓的标准啊 像这个土鸡蛋 好像就一定比这个羊鸡蛋好 而这个土鸡蛋里头呢 蛋壳越厚越好 然后蛋壳的颜色越深越好 蛋黄越大越好 而且这个黄是越黄越好 但是呢 这些所谓的标准真的能帮您挑出好蛋吗 哎不如我们先看看啊 这个鸡蛋黄到底是不是越黄越好呢 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鸡蛋黄偏偏是黄色的呢 哎 其实这主要就是类胡萝卜素的作用 比如最常见的叶黄素 那么这个叶黄素它实际上是植物成分 鸡自身是没有办法合成的 它其实也是从这个饲料呀 或者是饮水中去摄取的啊 那么在鸡生蛋之前呢 这个色素主要是沉积在嘴呀爪子呀脂肪的 那当它开始生蛋的时候呢 这个黄色的物质就开始向卵巢转移了 那蛋黄的成分也是这样一层一层的覆盖上去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这个蛋黄的颜色啊 是有点深浅不一致的情况 那么由于消费者们都普遍喜欢这个深色的蛋黄啊 所以呢 深色蛋黄的鸡蛋好像价格也就比浅的要贵一点 而养殖户也深谙其中的道理 所以呢 他们也是想尽了办法让这个蛋黄更黄一些 那么最好用的办法就是色素了 那有一部分养殖户呢 就选择使用这个天然的色素 也就是植物里面的这个叶黄素啊 有一些散养的这个土鸡蛋黄的颜色比较深 也是因为这些鸡呢 在野外吃了一些含有叶黄素的植物 那么这些野外的植物也是有这种天然色素的 比如说像鸡资料中添加的一种叫做金闪闪的 这个添加剂听起来特别的富贵啊 它其实就是金斩菊的提取物 而日本人和巴西人使用的天然色素呢 是辣椒粉 那其实1%的辣椒粉呢 就有很好的着色效果了 让蛋黄看起来金黄黄的 而且呢 适量的辣椒粉据说还能促进鸡的食欲 提高产淡率 那除了天然色素以外呢 也有使这个鸡蛋黄可以变得更黄的合成色素 还有个别的黑心养殖户会使用工业染料给鸡蛋染色 像之前说到的苏丹红就是其中之一 那除了是否用色素以外呢 鸡蛋不一样黄的这个原因 还有可能像品种呀 微量元素啊 光线等等其他原因 共同造就的 那么这个蛋黄不黄到底跟这个营养有没有关系呢 答案啊 其实是否定的 那鸡蛋的主要营养成分是蛋白质 脂肪 卵磷脂 维生素 矿物质等等啊 这个叶黄素虽然是属于营养物质 但它在蔬菜当中是十分丰富的 所以呢 以鸡蛋这个黄颜色的差异来对这个营养价值进行相应的估量 其实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 那这个蛋黄颜色深 除了卖的贵以外 其实就没什么特别之处了 既没有营养的优势 又不能作为识别散养土鸡蛋的标准 还存在这个色素滥用的可能性 不过呢 是商家投你们所好的一个噱头罢了 所以呀 不要再迷信鸡蛋黄 颜色越黄越好这样的谎言了 多吃绿叶蔬菜有好处 关注健康的人都知道 不过呀 这个绿叶菜到底有多好呢 很多人其实还没有那么清楚 那么最近十几年来呢 有关绿叶菜的各种健康的好处啊 研究的结果越来越多了 比如说有益 有益于减轻这个致癌物的危害呀 有益于骨骼健康呀 有益于心血管健康 有益于预防认知退化 有益于运动成绩等等 那么最近又有了一个关于维生素K1的新研究结果 说这个绿叶菜里的某种成分啊 与较低的这个全因死亡风险相关 换句大白话说 就是有利于长寿 我相信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个维生素K是什么东西啊 甚至呢就是不知道还存在这样一种元素 但是呢 它对于健康的重要作用正在被一点一点的揭开 我们先来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维生素K 其实学过这个相应的营养知识的人都会知道 这个维生素K呢和凝血功能相关 当你皮肤容易轻子的时候 如果你去就医 医生的大概率之下都会给你开这个维生素K的药品 但是呢 人体中需要维生素K帮忙的重要物质 并不仅仅是这个凝血霉源啊 比如说骨钙素 就是把钙搬运到骨胶原蛋白网络上的关键物质 那如果缺了它 就算您补充了很多的钙 然后呢 也补充了很多的维生素D 骨骼也不能够成功的钙化 而这个骨钙素的前提呢 就需要维生素K来活化 所以呢 有一些新版的这个不钙产品当中 不仅是含有钙呀 维生素D 还添加了维生素K 此外呢 维生素K还和这个心血管的健康相关 目前有研究就认为 这个维生素K呢 可能有两方面的作用 一呢 是激活某些 这个机制蛋白质啊 把这个血管中的钙离子收集起来 运走 来避免这个血管的钙化 第二呢 就是降低炎症反应 所以呢 吃够了这个维生素K 对于预防动脉硬化 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富含维生素K的食物有哪一些呢 这就要说到我们这一 这个环节的主角了 就是绿叶蔬菜了 那除了这个菠菜以富含维生素K而著称之外呢 其实像这个红薯叶 南瓜尖 空心菜 木耳菜 窝笋叶 还有像我们说的油麦菜呀 香菜 铜蒿呀 等等等等 无论是叫什么名称 只要是有很多深绿色的叶子的这种菜呢 都是不错的这个维生素K的来源 还有一个其实特别简单的这个鉴别为这个维生素K含量的方法啊 那您就是直接看这个蔬菜叶子的颜色就好了 我们打个比方吧 比如说像这个圆白菜和大白菜呀 它外层好像绿一点啊 那么这个维生素K的这个含量就会高一点 中间的这个黄白色的叶片中 这个维生素K的含量就已经非常少了 而像娃娃菜这种呢 维生素K的含量就非常低了 因为它的颜色已经非常浅了 对吧 然后呢 西兰花 它虽然不如菠菜这种绿叶菜啊 但是它的含量也还过得去 因为呢 它的这个花球的部分还是比较绿的 所以呢 就是一句话啊 这个绿叶蔬菜颜色越绿 它叶绿素的含量越高 维生素K的含量通常也会越高 那由于维生素K呢 是这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啊 所以在日常的蒸煮烹调当中 它的损失率是不太高的 所以吃这个超烫锅的菠菜呀 麻辣烫啊 都是不妨碍获得这种营养成分的 但是绿叶蔬菜的好处 可不仅仅只在于这个维生素K啊 它的这个叶酸含量也特别的丰富 还有维生素B2 维生素C也是特别多的 各类的营养素和保健成分含量都很高 同时呢 绿叶蔬菜当中还富含这个硝酸盐 硝酸盐也是一个好东西 它特别有利于控制血压 畅通血流 那么此前就有研究发现呢 吃较多来自于绿叶蔬菜的硝酸盐 可以帮助维持中老年人的肌肉功能 对于预防这个烧肌症有好处 还有研究发现呢 吃较多来自于绿叶蔬菜的硝酸盐 可以降低动脉硬化性的这种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死亡的风险 那么虽说这个绿叶蔬菜中的硝酸盐是个好东西 但是呢 硝酸盐是特别容易被细菌还原成亚硝酸盐的 这个名字我们应该经常听说了 而当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较高的时候呢 是会带来相应的这个食品安全风险的 所以呢 绿叶蔬菜在烹调之后 不可以放在室温之下 如果一餐吃不完 就一定要及时放到这个冰箱里头去冷藏 以便去抑制相应的这个细菌的繁殖 那只要把细菌控制住了 产生的亚硝酸盐自然就会少很多 在这里呢 我们也顺便呀 破解一个迷思 就是这个隔夜菜到底能不能吃呢 其实呀 头天晚上做好的蔬菜 及时放到冰箱里头冷藏 到第二天呢 作为这个午饭带去上班 中午热一热啊 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并没有这个亚硝酸盐中毒的风险 倒是能得到更多的维生素K1 和其他宝贵的营养素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注意 但需要强调的是啊 以上都是一些保健知识的分享 如果您真的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的话呢 还要赶紧去联系您的家庭医生 去寻求更为专业的建议和帮助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一期酸酸真乐活 我们不见不散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